哈喽 智博士早晨 早晨 早晨 KenKen 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 你会想我介绍是谁 我知道你是投资者 商业方面有很多名称 你想我用谁重点说 我现在有我的问题 是的 其实最好是介绍我 我是平时跟Cindy星期五 这个是一定说的 是的 其实其他有读过西医 又有做Data Set 在哈佛那边 那些其实你说了 就变了偏向了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这次 都是跟大家见面在这个台上 因为平时我星期五那些 这段时间 其实你不用 因为说完又不知道怎样 所以我通常 通常 哈佛大学的 你不用跟他下广告了 最好你就这么说 你明白了 我们接着说每个星期五都帮我们 提供非常有用的 食疗资讯的赵博士 是的 这样还好 别人认得星岛 认得我们这个台 听回那边 没问题 那还好 没有问题 我继续跟你说 现在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 开始这个节目 好 我再说昨天的话题 最后先说苹果胶 一开始的时候 说一开始 接隔天的饮食注意 或者你所说 Baby 敏感的那些 健康资讯 对呀 好呀 好的 那我们来一 Tweak 950-808-8888 各位機構華協中心 紅級贊助華美專業電動麻雀機 銷售及維修公司 at singtowusa.com 詳情請查閱《星島日報》 服務灣區社群 關注世界大使 焦點訪談 節目主持麥祥紅 節目直播熱線650-808-88 650-808-88 9時12分的時間 繼續是星期一至五 有我們之前訪談的部分 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不關心世界大使 我們關心身邊 至少關心近期節隔 大家的體重 大家的身體 當然我們請到一個特別嘉賓 就是逢星期五 在我們周末食本年的節目 跟我們總監葉莉玲一起聊天 帶給大家非常健康 非常有用的食療資訊 趙博士來到我們節目 跟趙博士講講 這個節隔 大家準備的健康資訊 早安 趙博士 早安 早安 趙博士 在派對前要吃什麼 或者派對後吃了太多 有什麼可以調節身體呢 讓阿治博士跟大家講一些有用的資訊 其實有很多東西 特別是節日、農曆新年又來 全部都是很傷身體的 全部都是很傷身體的 那你說怎麼搞呢 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生病了 也不一定的 我們每個人每一年都有機會生病 但也有機會在節日裏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令到我們就算吃了什麼都可以沒事的 怎樣呢 第一就是我們 如果我說吃少些油 吃些油又要健康一些 平時在其他健康節目都聽到的 大家就很不開心 變成這樣又不能吃 一想起不能吃就想起我 所以我當然不會想 這次的機會和大家聊天 你一想起吃不能吃的東西就想起我 我當然不想這樣 其實需要不需要 只是在節日裏去減少自己吃的東西 其實平時吃得健康一些就更重要 偶爾吃不好的東西 其實不是說的影響那麼大 因為我就想集中說一些資料 譬如一件事就是花生 花生其實是很危險的食物 因為它是一個 在地下裏面生的 地底裏面 你想想很多地底的東西都很多問題 如果它不新鮮 爛開或者有些黃曲霉素 只要半粒米的份量 就會搞到有癌症 那你想起 又說叫你不要想起不能吃的東西 想起我 現在一說起這件事 很難的 整天說到那些 都有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說這件事如果吃了 誰說的 阿捷博士說 糟糕了 以後就一想起 你就看一些根據 真的是這樣的 這個Athlatoxin 它的串法 給別人打英文下去 Google也好 其他搜尋程也好 就是afla 然後就是toxin T-O-X-I-N 你就會找到 吃了這些下去 真的非常之有問題 你什麼時候會吃花生 譬如你唱歌 喝酒 有碟花生 去餐館有碟花生 那些花生等了多久 有多少黃曲霉素 在裏面 你問擺那碟花生 那個人都會覺得你有問題 那你就指回他 聽聽今天的節目 12月21日 趙博士說的 又是立了我的數 所以你想想 很大問題 我想跟大家說 花生是當有黃曲霉素很危險 如果你能夠換了那碟 不是花生放在那裡 譬如是開心果 或者是杏仁 其他東西 那些零食 也會好些 好些 因為它不在地底 很多很多那些Nuts 其實 其實花生英文叫Peanuts 它都不是Nut 它是一個Legum 即屬於黃豆類多些 還有就是因為它這個 這隻東西會放在那裡 它就會很大機會 在地底生 其他在樹上生的那些Nuts 就健康很多 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那你就不用提起 它說的 你以後那些花生 就換了做開心果 換了做果仁 換了做其他的Nuts 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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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俠桃 有些多些人有敏感 但是花生呢 就特別多問題 所以如果排位 Almond Cashew P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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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Pistachio 那些是剝殼 有些是剝殼 有些人喜歡剝殼 那變成 那些全部好過核桃 然後核桃 都好過花生 花生是排最低的 那你一知道了排位 那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 那變成了 又有些東西放進口 又有些零食 那整個過程都好了很多 那不要再想起我了 這個不要入我手了 這個問題就避免了很多東西了 因為如果你 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 我們小時候 其實花生也有益 例如花生是煲湯等等 那些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 現在整個世界的污染多了 所以它還在泥土有污染 所以令花生都出現了問題 令很多人吃花生過敏 甚至剛才所說的 會引起一些病變 新文化 有很多因素 其中一樣 當然就是我們的社會 現在種植 很多人要催谷它 譬如生果我們運過來的時候 在Hawaii 我跟Sindy有一次說 那些木瓜真的特別好吃 但我買回Hawaii木瓜 我住在新澤西 在紐約旁邊 買那些 一有的我就買了 買了都不同味 那它就說 因為那裡是在樹上熟 運的就是在樹上生的 摘下來之後 就吹到它 它可以為止 變成有時候太重 有時候太輕 總之就是用人為去做的 變成不同了味 有些人就說 我吃不出 但最慘就是吃得出的 或者見得到的 就開始留意了 其實我除了吃那些水果 我還加了一些東西 或者花生 等得久了 或者我們除了吹谷它 其實一直在地底的東西 生的都有個危險 有個危險 但是以前的危險 可能就少些 現在的危險就多些 為什麼呢 等就等得久些 運輸的過程裡面 又不知道怎樣 這個世界有些地方打仗 打仗你不要以為它都停了 有些人也要上班 做打仗的人就去打仗 但是做種植的 繼續要種植 要不然打完仗回來吃什麼 變成在打仗吃什麼 那些 wheat 都有問題 因為它在那裡出產 它打仗 其實很多東西都混在裡面 那你如果是知道 世界有現在的modernization 有這麼多東西 在那個supply chain 是會慢了 或者怎樣 其實花生本身 就是一個已經有risks 而你再有其他condition 就會increase the risk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 其實為什麼你想吃花生 因為想放進口裡 為什麼你想吃花生 因為它有朱古力在上面 那就是朱古力花生 其實朱古力在上面的nuts 有很多品種 但是為什麼有危險呢 當你加朱古力在那個nuts上面 就是因為那些nuts 其實你是不是每顆看過 你有沒有試過 譬如有人餵提子給你吃 當然不是每個都有人餵提子給他吃 但是你自己餵提子給自己吃 你試試看著電視 或者看著其他東西 隨便拿下去 偶爾就會拿到軟的 或者吃了下去有沒有試過 藍莓其他東西 就是發覺有顆怪味 怪怪的 那你就會拿出來 但是如果你是在做朱古力的 巧克力的草莓 草莓的草莓 或者什麼 你又不會試味 那你就做了下去 所以也有很多產品 就是除了用花生 它還會放了一些東西 那你就看不到 而且你吃花生的過程裡面 四五十年哪裏有卡拉OK 現在有卡拉OK 那些人就吃下去喝酒 撒妹 變成沒有想到 這件事 好了研究 什麼時候 為什麼十年前不說呢 這些研究要時間去做 做了之後還要去印出來 印刷之後 就給其他專業人士看 看完之後 就大家說去決定 說不說 現在很多事情都可以說 也有些事情不能說 不同了 其中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影響 我們身體的食物呢 其實應不應該要說 大家有一個責任 就是應該要說出來 其實一向發生不好 而吃得久 吃得久了 那些資料一路 陸陸陸陸陸看到 原來可以影響 那個烤喘 影響一個人的鼻腔 影響這些事情 那不同的專家 就開始有些資料走出來 譬如唱歌 唱歌 其中一件事就是 不好吃那麼多花生 如果你不找個教練 去問這件事 你又不知道 如果你不是唱歌 你又會不知道 原來吃辣東西 花生 對整個喉嚨 鼻腔 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問了 問問問問問問問 到今天了 我們稍微去廣告 最後我們繼續和大家關心 在節假日前的健康資訊 今天第一節裡 講到一些發生的資料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究竟要不要繼續發生 等等等等 最後我們繼續和趙博士講過 是呀 一回到家 好 趙博士 第二節回來 就講一下那個 你說 鼻敏感 因為剛才提到 對鼻腔 很多人都說現在有鼻敏感 又有花粉 其實為什麼呢 譬如說 家裡很可能用地毯 暖一些 但是有什麼要注意 是的 你知道羊毛 昨天跟你說過 在羊上 沒有那些蟲 當然要脫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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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脫掉它 有股羊味 脫掉它之後 就適合那些蟲吃 很適合 對它來說 剛才說 有什麼不能吃 原來對它來說 很好吃 差不多是吃那些 好像炸蝦片那些 他們很美味 吃完又要再吃 所以特別 是的 好 廣告大概還有兩分鐘 我們繼續說這個話題 好 然後有多久 我再去廣告 我再算一算 下一節應該是9點半 9點35分 可以當下一次 即是你們的12點35分 好 你當35 下一個45 結尾就57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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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天很特別 今天和阿儀做完節目 在香港之後 一個小時 就說 就說 CanCan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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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全賽每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點 KTSF 26台 Hello 美國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是Era 記得收看貴全賽 KTSF 26台 等著你 白西哥 還可以申請聯邦月費假面 即時幫你省錢 快點打來接風傳訊 833-789-5678 833-789-5678 咦 你在手機看甚麼 正電視 YouTube 每日的新聞 咦 正電視每日都有新聞 我都不知道 你消息這麼不靈通的 嗨 城島現在每日下午六點 都會有最新最快的國際 美國和灣區本土消息 你還可以留言互動 打賞主播咦 咦 我都見家Follow YouTube 星電視和星電視新聞頻道咧 看星電視新聞頻道 逐策出戶 就知道天下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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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